家長們急了怒了 輝瑞兒童疫苗開打第一天 診所外數百人 幾十公尺的排隊人籠 有人凌晨五點就來先替孩子排 八點半一道公布 一天最多四十劑 老師也是建議說 放假然後早一點帶小朋友來打 那如果身體有不適 就可以現在在家休息 我們已經問了好多診所 那就是看哪一間診所有 我們就是提早過來排 那可是我們不知道說 排到最後卻是這樣 為了避免衝突 破例是到場控制秩序 優先的順序是校園施打 大家不要緊張 因為現在是防疫架 防疫架就是不需要 讓孩子來好好 做會和群聚 市長陳勤邁要大家安心 五月三十就會安排校園施打 高雄首批配發六點七萬劑 不少家長還是選擇 先到診所打了 有拿到號碼牌的 今天是平常日 小朋友看著手機 一邊等打疫苗 一邊聽線上課程 媽媽覺得等太久 是直接來這裡打 排隊會很無聊嗎 這樣會比較無聊 這針打下去 家長才真的心安 另外嘉義市衛生局 被質疑誤判 讓中央配給疫苗不足 只有八千五百劑 才會延遲施打 經過我們跟中央緊急調度 那社區診所的部分呢 是在五月二十六號開始施打 隔壁縣市台南第一天就起跑 配發到三點三萬劑 卻因為原本只開放一萬劑 在平台預約二十四號 下午又突然宣布 暫停校園施打 全改線上預約 家長炸鍋才有緊急改回 除了線上也維持入校施打 屏東則是配發到一萬劑 診所一早陸續有預約民眾前往 輝瑞兒童疫苗第一天開跑 南部各地出現人籠 也有零星衝突 三立新聞南部綜合報導